我来问问各位 如果一个家庭都是警察 出了一个小偷 谁是叛徒 如果一个家庭都是小偷 出了一个警察 谁是叛徒 我在这里不谈对错 我要谈的是 我们家庭所对我们 所造成的影响 在我这25年的 心理咨询师的生涯当中 我听到最常浮出台面的问题 就是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影响 特别是我们要谈到的是 原生家庭的价值观 当你的母亲充满哀伤 你感快乐吗 虽然很多的人告诉我说 我要幸福 Yes 老师我要幸福 但是请你真的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你的母亲一辈子都活在哀伤痛苦当中 你敢快乐吗 我的答案是 很难 因为这时候的快乐 形同一种背叛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忍受 这样的罪恶感 所以我们宁愿赔尽了自己的幸福 也不敢快乐 也不敢背叛他们 我的母亲 性格刚烈 她常常告诉我 而且她认为说 只要是对的事情 我们就要好好地去争取 我因为我很爱我的妈妈 所以我把妈妈所说的话 都听进来 妈妈说 不可以讲别人的背后话 没错吧 有话就要当面说 没错吧 在我第一段婚姻里面 当我看到我公公婆婆做事的方式 我非常不能认同的时候 我就延续了我母亲的教导 我当面说 结果很惨 真的很惨 在妈妈的教导当中 还有一件事情 是 很多父母亲都说过的 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 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 你听懂没有 不要还嘴 这个孩子 看着自己的妈妈 满口说爱 但是却面目猙獰 孩子要说服自己 哦 原来那个就是爱 哦 这孩子会不会长大 他爱不爱爸妈 怎么爱 他就用当年 爸爸妈妈爱他的方式 来爱他 我跟你讲过了 叫你多穿一点衣服 我医生怎么告诉你呢 你怎么都听不懂嘛 我不相信你这个时候会说 哈哈 你看我的孩子 好爱我 骂我骂得那么凶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难过 因为他把你的话 真的听进去了 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子女 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待我们 我们可能不能够再用这样的方式 来教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不要诚实一点 来我们深呼吸 我骂你 是因为我情绪管理不好 我的母亲 单亲妈妈 我非常的爱她 我也延续了她爱我的方式去爱人 但是当我自己在我的亲密关系里面 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我才深深体会到 原来 指责不是爱 而是婚姻的杀手 幸福 难不难 难 但是那是过去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可以学习 可以了解 到底什么东西 是这么深深的影响我们 只要我们可以带着觉知 放下那个对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幸福 看到亲密关系 只会越来越好 我知道各位 都绝挺聪明 我相信 你将会 带着你的觉知 去开启你那 一扇一扇的幸福之门 跟我一样 即便你 曾经有个辛苦的童年 即便你 离过婚 但是今天 幸福 一样会坐 在我的肩膀上 我还要提醒一句 只要我们愿意改变 幸福可以不难